台股在今天封关 每位股民平均赚近65万元 创下10年来最好的表现 累计这个周年 大盘也狂涨了2186点 画下了完美据点 而现在散户的信心更是明显回温了 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民众都认为 台股在上半年能够挑战13000点 长发美女拼成玫瑰花 象征今年业绩绽放 台新尾牙吸开850桌 场面浩大 重头戏董座董娘亮相 豪爽发出六个月年中 在新的一年 大家同心协力 吸手打拼 让台新银行业务长红 再创高峰 其实不止金融股好望 台股在金珠年也画下完美据点 虽然台积电跟鸿海都收平盘 而时日大盘仍以12118点 上涨28点作收 累计整个猪年台股狂涨了2186点 换算每位股民资产约增加65万元 像你看台积电就赚了4万块了 一张就赚4万块 鸿海我在以前100多就卖掉了 甚至赚钱都卖出了 报股过年也没怕 原来半数股民都看好台股 国泰金调查 自成民众预期上半年台股高点落在12000到12500区间 26%的民众甚至认为能攻高12500到13000点 新春开烘盘有七成会上涨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包括了高速运算这一块 美国AMD相关概念股 然后平盖股这一块的话都非常值得期待 不止股市可骑台币也有好消息 专家说29字头能旺到这个时候 元孝过后的话 不用的资金才会慢慢逐步的回流到营养底细 也就是说如果台币要顺势回扁的话 恐怕也要等到元孝过后 当台币二字头也成为常态 就判投资人钞票数不尽 东森财经新闻六指科广名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